香港電視市場一台獨大的情況維持了幾十年 媒體壟斷,究竟對整個創意產業界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很多電視台本身聘請製作人員工不高 就算是TVB,他們都要靠OT來賺到他的薪金回來 但王偉機開台,TVB的那些人是有得加薪金的 其實我有朋友去CTI那邊做 其實他那邊士氣都很高昂,薪金高了以前一節 其實大家都有個衝勁,留在那間公司會有前途 還有文雪的老闆都對他們幾好 當壟斷的局面出現的時候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的 壟斷就是你發言權少 你可以出聲的機會少 你可以說粗俗一點 你想不做就說多一點 當你覺得有什麼不滿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 要不就不要做 就這麼簡單 你要生存的時候 唯有就在人屋時不下 只有低頭 除了人工和出路問題 分分鐘還會影響到言論自由和創意表力的空間 在一台獨大之下 電視台往往以商業考慮蓋過創意 而這個情況就反映了製作主導模式的管理 那究竟 什麼是製作主導呢 以前的電視台 其實已經習慣了一套生產的模式和那個題材 其實有一個不成文的限制 其實沒有人會白紙黑字告訴你 什麼做得什麼不做得 但你自然知道什麼做得什麼不做得 而一新的電視台 其實它的定位是創作主導 創作主導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是編審去構思一個題材 而去寫劇本 而去製作去配合或者去拍攝 那跟舊電視台製作主導是不同的 製作主導其實是監製去有最後的決定權 包括題材或者劇本 甚至對白都有權去干涉 這叫做製作主導 那無線行之有效這麼多年 其實都是製作主導 製作主導要考慮成本 考慮演員 考慮這個 需不需要照顧某些重要的演員的時候 那它便會因要你的劇本去遷就 甚至譬如我舉個例 一些直入式的廣告 那如果去創作的立場 我的立場當然最好不好 你要我突然間又要放一瓶涼茶出來 那我當然不想 那製作主導 甚麼是製作主導 成本控制我又回頭 即是說它收了贊助商的錢 那它便要放些涼茶和紙巾出來 那它便要在我劇本上 要我去加涼茶和紙巾 那我創作我當然不願意 那我想你明白那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幫公司賺很多錢的 但是在創作來說 就未必是我們想見到的 政府和一些既得利益者都說 香港不夠觀眾 新電視台會造成惡性競爭 實情又是否真的這樣呢 政府為何又要這樣做呢 有競爭有進步 我想我們從小學開始 老師 父母都是這樣教我們 在運動場上都希望我們多些競爭 我們才可以突破自己的成績 無論在學業上都是的 其實這個問題我覺得很奇怪 不知為何現在香港的人這麼反智 還要討論有競爭是否好 還有有些人偷換概念 他說惡性競爭 其實他不讀書 惡性競爭其實這個是來自美國 在一個叫做托拉斯的翻譯 就是說當市場上面大家要割價競爭的時候 那種割喉式會令到那些公司 承受不住的規矩 然後倒閉 而倒閉之後 其實最後就有被另外一間大的公司 去吞併這些小公司 而造成一個壟斷 這個惡性競爭 其實又用梁振英的對白就是 其實在香港是不存在的 香港只有壟斷 而是沒有惡性競爭的 即是就算你說當初 用免費報紙的例子 大家有目共睹 當初說多了情報 多了AM730 多了爽報 就說一定會有消失 那今時今日怎樣呢 只會越刃越多 而廣告亦都是增多 那這個其實已經是有例證 那你說免費報紙 多了三份是否惡性競爭 那絕對證實了不是 那電視台多了三個是否惡性競爭 那這個我想大家這個常識 再去糾纏於這個問題 其實更加顯得某些人 缺乏這個常識 大家我不知道記不記得以前TVB 可能不是不記得 是不知道的 以前TVB那個製作 是不會分到梁家樹和麗珍 兩個不同的同一部門 而分開兩個派別 是很清楚的 甚至乎我們 甚至乎他寫字流 你一出電梯 向左走 向右走 已經是同一部門 而兩邊不同的山頭 為什麼當年少爲夫要這樣做呢 因為 已經對外已經沒有了對手 那麽多了 那你在沒有 少爲夫也都清楚 有競爭才有進步 於是才去定出兩個山頭出來 等你們有一個競爭 等你們有進步 無奈日子久了的時候 然後這個衝擊又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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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有那麼近 其實你沒有競爭一定是這樣的 是吧 即是你沒有競爭 很明顯 假如無線 是佔了這麽絕對的支配局面 怎麼說呢 你根本是很 他都有很大的壓力 是吧 即是所有有權有勢的人都看著他 他做的事情 就更加會小心 自己都 他自己更加是 不願意得罪有權有勢的人 更加規行舉報 更加政治保守 不願意不足 各地人身份 有不足 要求一遍 還有一遍 對 哪一遍 那一遍 有不足